你应该是这些人 假圈被我是不是有点叶子痕 我从这装饰上 打点英伦风浮更好 我知道 要不要给你去问某小青呢 你就是我伙地 我是你保兄 以后咱们兄弟相撑 你们先聊吧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家 你别管 那你呢 你怎么跟李小嫂在一起啊 你管我 我不穿 要是被你妈看见了 我专人可就大了 干吗这样说啊 吃饭的时候也是 我妈发现我们两个结婚了 说两句挺正常的 你一站起来就说要走 我知道你不是那意思 但我妈怎么想呢 是 没错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可是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你别忘了 是你没有把咱俩结婚的事情 告诉你吗 当初是谁口口声声教育我 要大胆一点 不要害怕 赶紧跟家人说 把结果倒好自己瞒得好好的 我们两个情况不一样嘛 这个是为了让你家里人能够安心嘛 但我妈 我妈她就是 我知道了 你是在气我妹 早点公布我们的关系对不对 其实你挺愿意我们的事情曝光吧 才也没有呢 你爱不爱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下出什么呢 好了好了 没关系就没关系 我不冲 我不冲 我恩负义 我陈世美 你放开我 不放不放不放 你这一辈子你就任命吧 我就不放你了 穿好穿好穿好 你怎么赶出来了 我才没有呢 我自己要走了 那不是一样吗 要不 我们现在回我家跟我妈说 你今晚去我家 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 我特别害怕面对你妈 我现在一想到 看到你妈那样子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大骗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行行行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不见呗 不见呗 那怎么走吧 去哪儿啊 反正不在这儿 这没有暖气太冷了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要不 我还是回屋馆办吧 不行 那你晚上没暖气 你现在怀着孕暖 你说受寒怎么办 可是这样不好呗 有什么不好的 小姐 我要开两间房 好的 小姐 你好 您的身份证给我一下 身份证 我没带 没带啊 她没带 开一间房吧 放心 我又不是流氓 不好意思 先生 如果只有一个身份证的话 我们只允许入住一位的 我们是夫妻 领证啊 好 这样啊 那麻烦你把结婚证出示一下 小姐 你见过有人把结婚证随身带着的吗 不好意思 先生 这个我也是没办法 这是有规定的 不是 你这 算了 算了 现在酒店都是这样的 好 那开一间房吧 好的 那你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 先生您的房卡 好 谢谢 赶紧上去 好个热睡早 去吧 那我先上去了 去吧 我先上去了 好 好 我先上去了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上去 要不要看一生 感觉那么平冷 没有你的温宠 一切都不完整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你看你就同步遇上 要怎么平衡 孤独的体温 我竟变成无可救药的人 难过的泪流满面 要怎么遮掩 想念在发言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哪怕只有一片 你的思念 寒冷的极限 可是才能遇见 浪漫的春天 怎样才能免疫 我与你的距离 听说每一个叛提 就是有一个人想你 感受不到你的温宠 喂 燕燕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 你在哪儿呀 回家了吗 我 我都到家了 我 我快睡着了 你赶快睡吧 你赶快睡着了 要怎么遮掩 想念在发言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哪怕只有一片 你的思念 寒冷的极限 你能遇见 中的极限 也是怎样遇见 小青 小青啊 小青 好好好 你个个都不能干什么的 告诉你我去找毛鸭鸭 薛姨您这是有事啊 我找毛鸭鸭 她出去办事了 不过也快回来了 要不您坐着先等会儿 我当然等的 我最有的就是时间 把您坐 行吗 来 主任 你说这薛姨不会像上次一样 一来这就在这打坐了吧 非得让我们看出毛鸭不可 我也纳闷啊 你说这毛鸭鸭跟那刘虎 俩人处得多好啊 怎么跟她妈就不对嘛 这事啊等你自己娶了媳妇 你就知道了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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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找到那些消暖器的时候 薛姨 毛鸭鸭 我有些事情 要跟你谈一谈 你觉得在这方便呢 还是到外头方便 我们出去谈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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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吧 说什么 说你跟刘虎的事啊 我和刘虎什么事啊 毛鸭鸭 你是在跟我装糊涂呢 还是你把我当了白痴 快说 你怎么勾搭上我儿子的 徐阿姨 我没有勾搭刘虎 我们俩是间 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说起 那 那就从孩子说起吧 孩子 孩子就这么就 就有了 什么 孩子就这么的有了 毛鸭鸭 我请你严肃 端正回答我的问题知道吗 知道 说 你怎么勾引他的 勾引 不勾引孩子怎么来的 告诉你 我的儿子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他绝对不是那种随随便便 跟人家就这么乱来的人了 要不是你怎么可能会有个孩子出来 对不对 你 你到底说不说 我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你在这边耗了 让人家看到了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说不说呀 好 我说 好 我说 我 我 我一到小区我就我就我就看上流火了 就是我主动勾引他的 我千方百计地勾引他我 我不要脸 真的被我猜中了 所以呢 我知道 你一直处心积虑的呢 就是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 赶紧地进我们家门做你的少奶奶的梦 对吗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们俩领了证了 我就拿你们没办法 要是你们惹火了我 我告诉你 我依然让你跟刘果露宿街头 你信不信啊 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 徐阿姨 徐阿姨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 而且我也没有想 搬来你们家的意思 那最好 不过呢 我倒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只是我现在想要听一下 整件事情是不是你做错了 对 是我做错了 那我给你个道歉的机会 对不起 薛姨 太没诚意了 对不起 薛姨 今年我们火旗公司的设计部 完成了三十月份 相比于去年同季度增长的时高 你妈 SOS 刘总 好 没事 Lisa 你继续 我出去一下 那我们继续 喂 喂 妈 你们还真心有灵犀啊 对 对 没错 我是在让她跟我道歉啊 怎么了 我做妈的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怎么了 我有错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件事情我们是做错了 但 你光抓着压压干什么嘛 妈 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公司好多事情 我把公司的事情忙完了以后 我跟压压一起回家跟你请罪好不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现在会还在开 我得回去开会 别为难压压了 对呀 当然应该跟我道歉哪 就是你们的错 还有我告诉你 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 好了 我没工夫跟你聊天了 回来再说 行哪 会打小报告了啊 告诉你 我俩的事还没完呢 准爸爸准妈妈 怎么就这么难哪 喂 你好 好的 我明天准处过来 喂 喂 雨淇姐 你寄来的七星级酒店项目的资料 我已经收到了 好 这些资料你记得不要一起给刘霍 分着给 不要让她怀疑了 喂 喂 雨淇姐 你寄来的七星级酒店项目的资料 这些资料你记得不要一起给刘霍 咱们参与不了了 为什么呀 我也是听说 安先生对刘总很失望 想让他去找佟建国 但你也知道 刘总的性格 是打死都不会去找佟建国的 我明白了 我再想想办法吧 姐 你最近好吗 我一直很担心你 担心我什么 担心我 知道刘霍结婚了 知道她生孩子了 丽莎 看来 只有你是真的关心我 姐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 就是 你的计划 什么时候停止啊 我真有点延不下去了 刘总对我特别好 我真不想骗她 丽莎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的目的不是骗刘霍 我们也是想帮公司和帮刘霍呀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你觉得七星级酒店项目 我们拿得下来吗 那好吧 我知道了 好 就这样 行 不是 走 我走 你不过来 我走了 就是要不要 road 你不过来 我为你�将招了 你不过来 我这一句话 开门呢 来了 来了 别敲了 亲家母 亲家母 在家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亲家母 我是鸦鸦的哥哥 我来看您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 有这话说的 这可不像一家人说的话 我们家鸦鸦在务馆办工作 这不一打听就知道了吗 那么请问你 你 今天来我家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啊 昨天晚上回家呀 我狠狠地批评了鸦鸦 现在这年轻人办事太不靠谱了 结婚这么大的事 哪能不跟老人说呀 是不是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他们俩已经结婚了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您就别跟小辈一般见识了 消消气 消消气 有话直说 行 那我直说 他们不是领了证还没办仪式呢吗 我就是谈这婚事来的 什么婚期啊 酒店啊 我可是带着我们毛家诚意来的 我也衷心希望亲家母 咱们是不是也拿出点诚意来呀 听明白了 谈条件嘛 毛细琳 我去跟你妹妹毛鸦鸦说 在她没有正式跟我道歉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她跟刘伙结婚的 这就是我薛东娜做事的风格 宋客小心 这个都拿走 好嘞 喂 见着我 见着我 你看我这话没说完呢 你也太耗了 这不像 跟靖子说的话呢 我问你 什么人哪 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用说 都你说对吧 对 什么你都别开口 我来说就好了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说你接的这叫什么婚呢 我说我买点东西看看你婆婆 你瞧瞧她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还把我轰出来了 刘伙 你妈讲不讲理啊 你怎么没说一声 突然就跑来了呢 我妈那个性她肯定 哎呀 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对呀 哥 你也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我跟你们商量有用嘛 你们现在婚也结了 证也领了 要仪式没仪式 要聘礼没聘礼 现在丫丫还在娘家住着呢 你让她脸往哪儿搁呀 我们家人脸往哪儿搁呀 我告诉你刘伙啊 今天你妈要不给个合理交代 我就不走了 是是是 我们也在商量这个事情 一会儿呢 我们三个上去 但等下上去 你们两个神话都别说 我来说 奇怪了 你还没走啊 奇怪了 你还没走啊 奇怪了 你还没走啊 妈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那个 丫丫要搬过来住了 不可能 妈 你什么都别说了 干吗呀 兄妹两个联合一起 围攻我儿子吗 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好欺负的 只要有我在 你们毛家别想做发财梦 妈 刘伙 要不是你在这儿我 不就是结了婚了吗 大不了离呗 谁怕谁呀 哥 你干吗呀 你 那就赶紧地离呗 我还落得清静嘞 你哟 妈 丫丫 犯给我 干吗去 有话在这儿说 王细林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丢什么人哪 你都结婚了还在娘家住 那才叫丢人哪 哥 我求你了 你别闹了行吗 你觉得这样 他们家就会接受我吗 我告诉你 这样只会让他们家 更加讨厌我 以后你让我怎么在他们家呆 怎么面对刘伙 丫丫 这个事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 那个老太太 她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呢 哥 干什么你 起来 起来 我不起来 哥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是你的摇钱树 我也做不了你的摇钱树 我也做不了你的摇钱树 哥 你已经赶走了我唯一的爱情 现在 现在我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不嫌弃我的人 他愿意给我一个港湾 让我在里面好好休息 哥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来捣乱了行吗 哥 你答应我 不要再来这里了 不要再来 放过我喝了活的日记行吗 哥 妈 就算我求你了 你先起来 你先起来 我不起来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好 我不管了 不管了行吗 不要 妈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明天我倒把丫丫接回来住 我已经跟她结婚了 我得对她负责 不能让她再这样受委屈啊 她委屈 那我呢 我就不委屈吗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一个人指的 鼻子在骂我的 我都不承认 她哥哥 你看她哥哥那个样子 你说像不像流氓 还在我面前 耍流氓 你都可以忍 我知道 你呢 是只要 喜欢上一个女人 你可以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顾 但是我不行 我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在帮你 你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丫丫回来住 那我也没办法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也别委屈 我搬出去跟她住 行吗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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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又和你哥吵架了 你说我跟刘虎的事情 就够闹心的了 她还来给我添堵 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坏事啊 非要给毛西凌当妹妹 不说我了 你呢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约我出来 没事儿就不能招你了 咱俩可是好姐妹啊 咱俩可是好姐妹啊 你现在已经围人妻了 再过几个月就要做妈妈了 以后哪有闺蜜的时间给我呀 你以后哪有闺蜜的时间给我呀 你就别挤对我了啊 你明知道 我跟刘虎的婚姻 是有名是有名无实的 最近啊 我老跟她说要离婚的事儿 她就是不同意 你不知道 我们两家闹得特别不愉快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烦 雅雅 虽然你每次都说你不喜欢刘虎 也不愿意跟她结婚 可是我看得出来 自从你认识她之后 你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 刘虎她应该是真心爱你的 要不然她不会为了一个 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负这么大的责任的 可是你知道 我还没有忘掉相辉啊 那是因为你不愿意面对现实 相辉既然选择了离开 就是想让你彻底忘了她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为了一段过去的感情 而忽略你身边真正爱你的人呢 雅雅 你知不知道 我都没希望你能过得好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雅雅 你一定要和刘虎好好的 你俩要好好地在一起 千万不能说放弃 还有啊 你工作的时候不要太真强好胜了 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最近天气变凉了 你要多穿点衣服知道吗 你干吗呀 可不得跟胜离死别一样 雅雅 只有你幸福了 我才能幸福你 你这个事 我才肯定得不在这儿 雅雅 脑牙 宽板 你现在的百分之内 你是人来的 美丽 要不要我送你去机场 何雨琪 这事你不能告诉我哥 好 我不说 就你一路顺风 何雨琪 我走之后 这家里就剩下我哥和你两个人了 我哥他是怎么对你的 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爱一个女人 我知道你心里喜欢的是别人 但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够好好地对他 虽然我真的很讨厌你 但是为了我哥 我还是祝你们幸福 好 还是你想把我送你 我的天哪 是我 好 我不用再来 你是你 我 我是你 我 你 我 你 芽芽 你来了 妈 您快回去休息吧 我来 那怎么能行呢 你现在怀着孩子呢 要多休息 没事 我正好可以陪陪爸爸 妈 您快回去休息吧 您要是再累倒了 咱们家就真的没有出辛苦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你要是累了 别硬撑着 盼点睡会儿 那我先回去了 快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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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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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